大家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接着上一节课的这个方法继续说下去 然后呢 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 上一节课我们不是从这儿得到了这个一堆语音吗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把这一堆语音从这个 从这一堆语音中合成一条语音 然后呢 达到我们最终目的 就是突破这个字数限制 并且最终是一个合成一个MP3文件 好 那么上一节课呢 我们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蹦了出来 好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错误 大概在合成的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 这个打开的不是这个文件 这个金歌这个小说最后一部分 合成完这个1998年8月23日在娘子关 然后最后呢 总是报一个错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没有 这个最后这一行172行是没有字符的 173行有一个奇怪的这个 这个字符 然后呢 包括这个前面都有这个字符 那么这个字符到底是什么呢 实际上呢 我们从这个控制台打印之后发现 它是这个 unicode编码的这个U3000 那么3000这个字符呢 实际上是对应着 这个中文全角的这个控格 我们这个输入法呢 一般是半角的 半角的输入法呢 就是这个小月亮全半角切换 当我们把它点成这个太阳的时候 变成一个全角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输入一个控格 然后把它用下滑线替替替替替替之后呢 这个所有的这个U3000就变成了这个下滑线 这个是英文的控格 这个是中文全角的这个控格 那么贴代完了之后呢 最后两个字 就是小说的最后一句话 实际上只有两个这个中文全角的控格 那么替替完了之后就变成两个下滑线 把这两个下滑线传给百度 是毫无意义的 它不会返回什么音频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向这个对类中写入数据的时候 要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数据不是这两个消耗线 我们就写入这个队列 如果是的话 那就别往队列里面写了 好 这样操作之后呢 就不会有上一节课 那个报错的那个问题了 好 我们继续我们这节课的这个内容 那么这节课 我们主要介绍这个 使用Python合并MP3 这个使用Python合并MP3文件呢 这个音频操作本身 也不是Python的这个特长 所以呢 它要依赖一个外部的扩展包 PY DOV 那么这个扩展包呢 很不幸 这个我们这个环境 Anaconda呢 它也不包含 但是安装起来很简单 这个扩展包有一个 不是特别方便的地方 就是它依赖于这个FFMPG 这个扩展这个程序 那么需要额外的下载安装 然后呢 这个Py DOB呢 它功能是十分强烈的 可以从这个视频中导出音频文件 并且这个剪辑这个音频文件 合成音频文件 把两个合成一个等等 它还可以这个对这个视频格式进行编辑 比如说变换 从这个AVI变换成这个MP4等等 这些类似的操作都可以进行 那么PY DOB呢 这个直接从原码安装 或者是直接从PIP安装就可以 然后安装完了之后呢 你导入它之后 它会告诉你说 需要这个FFMPG的这个环境变量 就是说它会检测一下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下载这个FFMPG去配置这个环境变量 那么配置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 将两个MP3文件合成一个文件 好 那么这边呢 我们就看一下 安装这个扩展包的话是非常简单的 还是一样的 把这个 最新呢 好像已经到0.16了 那么下载一个这个View文件 或者是从这个 PY PI里面下载 下载这个0.16的这个View文件 然后安装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 右键 然后在这里面直接用这个 Pipe因此到PY 然后回车就可以安装了 那么这个安装呢 是很简单的 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需要注意的是PY DOB这个酷呢 它是依赖这个FFMPG的 那么这个FFMPG是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呢 这个是一个这个媒体编辑的这么一个一套程序 它是现成的程序啊 不是当然也可以下载原代码 我这边呢 就是把它这个下了下来 放到了这个硬盘上 然后给它配置了一个这个系统的环境变量 让这个操作系统能找到它 然后呢这个 这一时间我还找不到放哪儿 我看一下啊 对在这儿 这边FFMPG WIN64 STATIC 然后呢 把这个BIN下面的这个路径 改到咱们的这个 电脑的这个 环境变量里面 在属性 然后高级系统设置 然后环境变量这边 那么放它这个PARS里面就可以 就是在这里面 好 我们可以编辑一下 看 这最后一个已经变成Node.js了 前面这个是Windows Live 然后 加了好多了 那么 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实际上就是把它加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如果不在这个里面的话 可能就是在这个用户的这个里面 这两个加一个应该就可以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话 可以加到这个用户这个里面 那么加到这个系统变量里面 也不要紧 那我是就是我这里边 看到我这里边加到这个 用户的这个环境变量里面了 FFMPG 然后WIN64 STATIC BIN这个目录 然后在 D盘Program Files 在这个里面 它放在哪的话 它是不要紧的 你只要把它这个路径 放到这个系统的环境面上里面 就可以让这个Python能够找到它 那么 我好像是放在这个里面了 放在这个里面 对 在这个里面 把这个路径导了出去 那么实际上 刚才像我一样 放在这个一盘的话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好 那么 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让这个系统找到这个文件了 然后呢 我们做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例子 看一下如果用这个PyDoB去合成这个MP3 这个程序在哪下呢 就是百度一下这个FFMPG 他们就找到这个 然后在Dunload里面呢 大家就可以找到这个 Windows相关的 Windows相关的呢 我找这个Windows Builds 就是编译现成的 我们不要原码 原码的话 我们拿过来用 也是比较别扭的 我们直接用这个 它编译现成的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程序框里面去导入一下 好 我下载的呢 应该就是这个 64bit Static 就是这个静态的 那么大家如果想用这个共享库的这个模式呢 比如说你用别的语言 C++或者Cchup去访问的 你可以下这个 share的就是那个 共享的那个动态库DL之类的 好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程序里面导入一下 然后呢 发现导入就没有错误了 这是说明这个程序已经安装完成了 这个FFMPG呢 也安装成功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个合并MP3的这个例子 这个合并MP3的例子 其实写好了 这个大家说一下 从这个我们安装这个库里面导入 这个Audio Segment 这个包 然后呢 第一首歌 叫Sung 然后 这样这个 fromMP3这个方法 我们这边呢 给一个这个 给一个例子 然后就从我们的这个 桌面开始 小卖听书里边 比如说第一个叫什么 名字 叫科幻 好 我们进入这个名字 然后呢 路径要抄下来 路径抄下来 把这个换掉 那么第二个呢 同样的也把它换掉 好 然后这个路径处理一些 抱歉 这个路径处理一下 处理成合法的路径 然后这边呢 我们第一个这个名字 我们第一个这个名字 叫科幻 直接抄下来吧 好 那么第二个名字 这边路径也相同的处理掉 用两个双斜杠 抱歉 第二个用这个 好 这个顺序可能是跟文本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就是做个例子 实际上应该不是一样的 它这边是按照这个字符排列的 那我们就这样导出 导出之后呢 我们又把它放在这个desktop上了吧 这个复制错了 desktop然后取个名字叫test.mp3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读取两个mp3文件 读取完了之后呢 它这边可以剪辑 实际上就是前十秒 就是像那个python的这个列表 这个切片一样 或者就奏串切片一样 直接切到前十秒 然后这个 后五秒呢 就是第二首歌的这个后五秒 然后呢 without的middle 就可以把这两个加起来 然后呢 导出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这样导出 那么我们这边呢 呃 不用这个前五秒后五秒 因为我们这个一共也没多长 所以就直接 这句修改一下 直接就是这个 呃 送加上这个送一 OK 这句就不要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行一下这个结果 好 选择这个python run 我完事了 这就 然后我们去桌面上看这个 科幻世界杂志 1999年6月第六期 啊哈哈哈哈 皮诺曹和那个老头 在鱼肚子里过了很长时间 好 这就是我们合成玩的这个MP3 那么我们对比一下原来的这个MP3 这两个 科幻世界杂志 1999年6月第六期 好 这第一个 啊哈哈哈哈 皮诺曹和那个老头 在鱼肚子里过了很长时间 好的 那么大家明显可以听出来 这两个合成之后 就是这个结果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啊 皮诺曹的这个啊 合成MP3 这个演示环节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我们使用这个python 合并MP3文件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从文件列表中 读取两个文件 好 这个文件列表 一定是这个列表 不是字典 读取两个文件 然后将这两个文件 合并成一个文件 那么用合并成的这个文件 再与列表中的下一个文件 进行合并 如此循环 就是每次都是 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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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把这个列表中 所有的文件都合并完成之后 这个操作就完成了 那么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操作特别像一个 特别像一个很成熟的这个操作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体会啊 特别像一个这个python中 已有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操作 好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操作啊 上述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两个合并成一个 这个过程 可以解决一下这个标准的 这个python操作 就是这个reduce啊 也叫折叠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怎么样用这个 折叠这个方法 把这个我们一堆MP3文件 合并成一个 好 我们同样是这个 我们原来这个项目 在这里我们把这个 新的线程去 text to MP3了 然后呢 我们这边给一个这个 通知说已提交后台运行了 好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下一步的操作就是这个 把这个合成的这个一堆MP3文件 那么通过这个 pydub这个模块 把它合并成一个MP3文件 同样呢 也是要读取这个列表 然后也要进行这个 单独的一个线程操作 不要在这个 这么多东西都已经在 这个按钮的操环数里面 我们就不能再 用太多的东西去干扰 这个按钮的操环数了 好 我们还是同样的 看一下这边是怎么操作的 好 那么 这边是 MP3Thread之后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MP3 这个Thread去 好 text to MP3之后 它最后有句话叫 make one file 然后manmp3 queen 实际上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转化的时候 这个text to MP3这个时候 已经有这个mp3 queen 往里面加文件名称了 就是这个列表 它是有序的嘛 所以我们每次按顺序 往里面放文件名 文件名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 那么它就会这个按顺序存放 按顺序存放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列表传给这个make one file make one file是个什么样的函数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上面是 reduce 然后reduce操作 compile MP3 然后是queen 那么看一下这个reduce操作的这个对象 就第一个是函数对象 然后后面传的是参数 这个合成MP3在上面 好 上这个操作呢 就是跟我们刚才看的这个 呃 combine是一样的 把这两个mp3呢 导入就连两个mp3文件啊 这是unicode的啊 1和2 然后这 output就有11 f1加f2 然后就导出这个parse还是这个desktop 想买听书这个文件夹 然后导出完了之后是个temp 就是临时文件是这个 那临时文件导出完了之后呢 如果呃 送1等于这个临时文件的名字 就pass 否则就把这个删掉 也就是说用完的这个歌曲 你要把它删掉 不是歌曲 用完这个音频就把它删掉 不然的话这合成的一堆还在呢 每用完一个就删掉一个 就泄墨杀驴嘛 然后就掉用这个os.remove就删掉了 如果是song1的话 就是这个temp文件 最终合成的也是这个temp文件 一直是这个两个 song1和song2 就是这个音频1和音频2 合成了一个temp文件 然后下一个是temp文件和音频2 再去合成了 那么temp就作为音频1了 所以要检测一下这个 音频1是否为temp 如果是的话 就不要删 如果不是的话 就相当于是第一次用这个 音频1的时候 它肯定不是temp 第二次用的时候 它就是temp文件 它是temp文件的时候 就不要删除的 那么一直到最后最后最后 剩下的都是这个temp文件 至于这个音频2 song2 用一个删一个 用一个删一个 就是泄墨杀驴嘛 把这个临时文件删掉 然后呢 最后把这个文件返回回去 这个就是reduce的这个标准习法 相当于就是传递这两个参数 返回一个 然后它不停的电用这个方法 好 我们还是同样的把这一坨 复制到咱们这个工程下面 那么这个是在哪呢 在这儿 好 这就是combine mp3 然后呢 下面这个makefile也一样的 刚才这个解释完了 这个reduce操作完成之后 这mp3就合成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这个file name 就已经可以指定为temp mp3了 然后再播放这个音频 那么这个就是很 大家很熟的操作了 这播放音频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也放在这 好 这两个操作完成之后 实际上要用从这个temp2 temp2 mp3 处发这个makefile 就是调用 那么我们把这个也 消除掉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那么因为这个转化一本小说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这个小浪费 然后我们这次把这个小说剪切一下 让它超过 这个500字 但是又保留结尾 用上次我们结尾是出了问题嘛 就是这一句 与娘子官后边这边有个小空格 就是一个 这两个字符容易出发凑 所以我们把这一句都保留 然后让它超过 超过500字 让它保留 让它超过500字 我们就从这儿往前就都不要了吧 看看有没有 好 一千多字 差不多 就从这儿开始转换吧 提前这个参数条一下而已 就可以合成完成 大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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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已越过了佛罗里达海峡 现在接近古巴海岸 波塞都要换系了 我们不得不服上海面 只十几秒钟就行了 霍普金斯拿起了 不让大家看不看得清 跟优伟现在的这个状况 它是很正确的把这个顺序记住了 并且按照顺序的翻译合成了 很快 他们听到了一阵烙声 经在海面上了 突然 声纳装船来了一声闷声 那么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长了 我们就不把它听完了 那么大家可以作为这个 测试自己去进行 好了 那么 这个测试就到这里 我们把这个关掉 那么这个进程呢 也许让我们自己去接证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今天使用Python合并MP3文件的这个操作 那么这个操作是很有意思的 把一堆文件合并成一个 也是通过这个线程去操作的 那么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